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登顶珠峰 非普通人可以做到 然而即便如此 每年世界各地前往挑战珠峰之巅的登山者数不胜数 如今已有超过4800人成功登顶 这是属于他们的勇于挑战自我的荣耀 有成功者便有失败者 攀登珠峰的难度极大 许多人一生挑战多次都没有成功 更有人永远也回不去了 有超过300人在此遇难 在通往珠峰峰顶的道路上 能看见一些遇难者的遗体 他们通常在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 那里低温 缺氧 风大 被称为死亡地带 要把他们带下山将面临很大风险 因此他们被留在了山上 由于气温和海氧量低 他们依然在那里 每年新的登山者经过时都会看见他们 已然成为了路标 根据前人们的经验 攀登珠峰有一个两点钟规则 即一定要在下午两点之前完成登顶 如果在下午两点之后才登顶 那就意味着要在夜晚下山 这张置自己于最大险境之中 在登顶过程中发生雪崩 冰崩以及意外掉落 是造成登山遇难的主要原因 稍有差错将性命不保 因此所有登山者都会遵守两点钟规则 并且听从向导的指挥 在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空 有时季风格外强劲 人在山上根本站不住脚 因此想要登顶珠峰 一年只有两个窗口期 它们分别为四月至六月 以及九月至十月 这段时期山上季风转向 风力会相对减小 是最适合登顶的时机 随着登山者的开拓 登顶珠峰的路线有多达十几条 它们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从尼泊尔一侧的南坡路线 二是从中国一侧的北坡路线 1960年5月25日 中国登山队 王富州 巩步 屈银华三人 成功从北坡路线登顶珠峰 这也是人类首次实现 从北坡登顶世界之巅 无论走南坡路线还是北坡路线 从攀登难度上来说 都有各自的难点 南坡路线 大本营位于海拔5364米 在这之上还有四座营地 海拔5980米的一号营地 海拔6400米的二号营地 海拔7300米的三号营地 以及海拔8000米的四号营地 南坡路线可谓开局就开启了 炼狱难度模式 登山者在离开大本营 前往一号营地的途中 会经过一处叫做 昆布冰铺的地方 它又被称为恐怖冰川 这里有着大量的冰川裂缝 每天都有冰川往下掉落 可以听见响声 登山者在经过此处时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稍有不慎 便会坠入万丈深渊 因此穿越昆布冰铺 需要具备很强的心理素质 穿过这里后 便没有那么恐怖的地方了 昆布冰铺也被认为 是南坡路线上的最大难点 在南坡路线的登顶阶段 还有一处难点 它位于海拔8790米的区域 这里有一段12米高的 几乎垂直的裸露的山体岩石断面 它就是著名的希拉里台阶 希拉里台阶作为南坡路线 最后一个难点 它是一条介于岩石和岩石边缘 呈旗状垂直的裂缝 十分险峻 此处通道狭小 每次只容一人通过 因此在每年登顶的窗口期 这里经常会出现堵车 这种情况十分危险 登顶珠峰 本身就是争风夺秒 一旦停留时间过长 身体技能就会出现问题 随时危及生命 1953年 爱德门希拉里和下巴人向导单尊诺盖 在登顶珠峰时 被一块巨石拦住了去路 这块巨石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可能决定他们此次登顶的成败 最终它和伙伴成功通过了此处 后来这里就以它的名字命名为 希拉里台阶 说完南坡路线 我们来看北坡路线 大本营位于海拔5200米处 在它之上还有五座营地 它们分别为 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 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 海拔7028米的一号营地 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 以及海拔8300米的三号营地 三号营地是登顶前的最后一座营地 也被称为突击营地 登山者们到达三号营地后会进行修整 等待时机进行最后的攻顶 从北坡路线登顶 一路上会遇到三处难点 第一处难点为北澳 它位于海拔7028米 是一处陡峭的斜坡 其中最大坡度70度 北澳范围很大 一号营地就建立在北澳里 它就像一座高纵的围墙 围在珠峰的腰部 这里随时会发生冰崩雪崩 北澳也被称为珠峰的大门 第二处难点为大峰口 它位于海拔7400米至7500米之间 这里风速极大 甚至可以把人吹跑 通过大峰口后就能到达三号营地 三号营地到峰顶的路程中 在海拔8550米处 有一个地方被称为第一台阶 这是一个数米高的陡峭斜坡 登山者需要向上攀爬过去 海拔8700米处为第二台阶 它又被称为鬼门关 这里也是北坡路线的第三处难点 它是一个高达数十米的陡峭斜坡 有些区域几乎是垂直的 即便是在普通地方 想要攀上这个高度都很困难 更不用说在海拔8000多米 低温缺氧大风的环境下 完成攀爬了 在第二台阶上方的位置 有一段约几米高 坡度几乎垂直的岩壁 在这里有一架非常有名的金属梯子 它被称为中国梯 1975年 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时 在此架设了一架高清6米的梯子 之后梯子一直留在了那个地方 之后30多年 数百位登山者通过中国梯登顶珠峰 2008年5月 存在了33年的中国梯 完成了它的使命 它被拆下后 存放在拉萨珠峰登山博物馆 在海拔8800米处 还有一段高约10米的岩壁 这里被称为第三台阶 通过这里后 就会来到最后一段 长约150米的斜坡 斜坡的尽头就是世界之间 登山界公认 从北坡路线登顶 要比南坡路线登顶难度大 无论是南坡路线 还是北坡路线 都会到达同一个顶峰 随着时代发展 潘登珠峰已经形成了商业化 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 南坡路线登顶 有这样一些夏尔巴人 他们专门协助登山者登山 以增加他们的登山成功率 以及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夏尔巴人也称雪巴人 他们世代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 常年在高尔巴环境里生活 使他们的血液中 血红蛋白浓度高于常人 他们天生就是攀爬高山的能手 可以徒手攀上陡峭的岩壁 每年攀登珠峰窗口期到来 商业登山公司都会提供各项服务 夏尔巴人可以在 没有登山装备的情况下 在险均的环境里架设安全绳 把物资运送到各处营地 以及协助救援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保证登山者的安全 各个登山队都会出自 雇佣夏尔巴人向导 协助登山 发生在朱峰的故事 有许许多多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澳洲登山者林肯霍尔的故事 林肯霍尔 1955年12月 出生于澳洲堪培拉 从小热爱各种探险 15岁时 跟随体育老师体验了一次攀岩 从此爱上了这项运动 老师告诉他 攀岩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 需要一定的判断力和专注力 这让少年时期的林肯 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高中毕业后 林肯考入了澳洲国立大学 学习动物学 他喜欢一切与大自然有关的东西 他不忘自己的攀岩爱好 经常去一些陡峭的岩壁上攀爬 为了更好的练习攀岩技巧 他加入了澳洲国立大学登山俱乐部 他们前往了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 并成功登上了一座较低的山峰 这次经历让他深深的爱上了登山运动 1984年 29岁的林肯已经有了多年的登山经验 他决定挑战自我 于是加入了一个登山队 并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脉 准备向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 在经过重重困难后 他即将登顶 然而中途因低温和大风 林肯不幸被动伤 被迫返回营地接受治疗 登山队的其他成员则陆续成功登顶 完成了澳洲历史上首次登顶珠峰 这次个人登顶失败 成为了林肯心中的一大遗憾 他无时无刻 都想再次对珠峰发起挑战 2006年 一个登山队向林肯发出了邀请 希望他能加入一起判登珠峰 这年距离他上次登顶失败 已经过去了22年了 林肯已经51岁了 身体各项机能大不如前 如果这次不去 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林肯不想让此事成为自己一生的遗憾 无论如何 他都要再试一次 于是林肯几乎是立刻 接受了登山队的邀请 这支队伍的领队 名叫亚历克斯·阿布拉莫夫 有非常丰富的登山经验 他所带领的这支登山队 在国际上排名前20 每一位成员为此次攀登珠峰 做足了准备 他们花费不少金钱购买登山装备 以及雇佣夏尔巴人向导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攀登珠峰行动 他们选择的路线 并不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南坡路线 而是更为困难的北坡路线 2006年3月 林肯所在的登山队 已经在位于中国的北坡大本营集结 他们将在这里试一段时间的高海拔环境 等待窗口期的到来 虽然队员们同属一个登山队 但山上环境复杂 他们并不总是一起行动 而是跟随各自的小尔巴向导 随着登山窗口期的到来 来自世界各国的登山队员 都陆续出发了 这次林肯能否成功登顶 完成他多年的梦想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2006年的5月25日 2006年的5月25日 这天是个星期四 此时正至珠峰窗口期的后期阶段 世界各国的登山队都在挑战这座世界高峰 一些出发早的登山队员已经成功登顶 并开始下山 林肯所在的登山队的一些成员也已成功登顶 为了避开交通高峰 林肯还在等待时机 这天天气不错 此时的林肯已经精力重重考验 成功抵达了最后的三号营地 他将在这天进行最后的攻顶 领队亚历克斯在前进营地的指挥和调度 当遭遇意外时他会及时做出响应 凌晨零点刚过 林肯与他的一位夏尔巴尔向导 以及另外两名伙伴离开了三号营地 顺利的话 他们会在中午前登顶 此时天还未亮 四人需要通过头灯来照亮前方的道路 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周围都是万丈深渊 虽然有安全神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行进 着实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就这样走了几小时后 林肯通过头灯上的灯光 隐约看见雪地上 躺着一名遇难者 此人名叫大卫夏普 34岁来自英国 十天前的午夜 他从三号营地出发尝试攻顶 他没有夏尔巴人协助 也没有其他登山伙伴 而是想靠自己的力量独自登顶 这种行为是极其危险的 一旦发生意外 无法得到救援 在登山途中 34岁的大卫还是发生了意外 他感到身体不适 于是在一处浅坑中休息 并等待其他登山队员的帮助 当晚有其他40多名登山者 经过了大卫身旁 此时大卫已奄奄一息 但大家以为他只是在浅坑里休息 因而没有发现他的异样 第二天天刚亮 终于有路过的登山者发现了状况 但为时已晚 大卫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事件发生之后 一些路过的登山者受到了指责 他们本可以帮助大卫阻止悲剧的发生 但他们只是从大卫身旁经过 没有进行帮助 还有媒体指责商业登山的出现 让登山这项运动变得毫无人性 几天前 林肯也已听说了这个消息 他路过看见了大卫 心中感慨万分 他和同行的三名伙伴继续前进 四人艰难地通过了第一台阶 来到了第二台阶下方 这是高达数十米 几乎垂直的岩壁 这里上面有很多梯子 最上方的便是中国梯 窗口期登顶珠峰的人很多 此处又是北坡路线的最大难点 必须十分谨慎 登山者在通过时 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 因此常常发生堵车的情况 但这天 已经是窗口期的最后阶段 凭借着夏尔巴向导的经验 他们错开了高峰 因此林肯并没有在这里 遇到堵车的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攀爬 他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台阶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进 他们来到了第三台阶 这里相对于第二台阶较为简单 在成功通过第三台阶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150米的斜坡 斜坡的尽头便是世界之点 上午九点 林肯一行人成功登上了珠峰之点 这里没有其他登山队员 只有林肯与三名伙伴 这间远方白茫茫的一片 到处都是高峰的山峰 站在世界之巅 让林肯感受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整个世界都仿佛在他的脚下 如此的壮阔美景 令林肯大受震撼 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 林肯与同行的三名伙伴 进行了一番庆祝 还通过无线电向前进营地 报告了登顶的消息 在完成登顶后 他们便准备返回三号营地 长眼道 上山容易下山难 攀登珠峰当然也不例外 最危险的不是攻顶的过程 而是下山过程 现在到了真正考验林肯的时候 上午九点二十分 一行四人修整完毕 开始了下山返回营地 他们沿着安全绳 小心翼翼的前行着 他们很顺利的通过了第三台阶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在前往第二台阶的路上 林肯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倒在地上 同行的三名伙伴 健壮后立即过去查看 林肯状态非常不好 他们推断林肯 可能患上了高原脑水腫 这是一种由急性缺氧 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严重障碍症 表现为头痛 呕吐 共济失调 进行性意识障碍等症状 林肯必须尽快返回营地 接受治疗 情况十分危急 这是他们通过无线电 把情况报告给了营地领队 在林肯发生突发状况的同时 在他所在的位置垂直高度数十米的地方 另一场悲剧发生了 这天处林肯外 他所在的登山队 还有一名德国登山者也在攻顶 他也有一位夏尔巴人向导协助 没想到中途 德国登山者突发状况 再也走不动了 营地得知消息后 便迅速派人天望支援 然而还没等到人来 德国登山者没能坚持住 登山队得到消息后 感到十分悲痛 然而祸不单行 与此同时 林肯也发生了突发状况 于是领队便要求 原来陪伴德国登山者的夏尔巴人 赶去林肯位置支援 此时林肯所在的位置 位于海拔8747米 还未通过第二台阶 林肯的状况不容乐观 已经出现了幻觉 他所在位置旁便是悬崖 一个翻身可能就会坠入深渊 同行的三名伙伴 不得不用登山绳 把他牢牢地拉住 但林肯却不断挣扎 很不配合 这些可能是因为 出现幻觉而引起的 三名伙伴架着林肯 一步一步往第二台阶方向走去 当他们来到第二台阶上方时 遇到前方救援的另一位夏尔巴人 他把德国登山者的运览消息 告诉了大家 所有人沉默了 此时一旁的林肯 再次倒在了地上 他走不动了 意识正变得模糊 四人通过无线电联系了营地 营地里有一位名叫 麦克迪隆的人 他是林肯最好的朋友 他通过无线电 与林肯进行了沟通 让林肯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一定要坚持住 但林肯的幻觉似乎更严重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回到了澳洲的家 他迷迷糊糊的 听到好友麦克迪隆的声音 当反复提醒他后 林肯才想起来 自己还在珠峰上 并慢慢摆脱了幻觉 第二台阶的下方 是数十米的抖条岩壁 想要下去 必须要靠林肯自己的力量 在休息一段时间后 林肯终于有些恢复了 他绑好绳索 开始从第二台阶下降 同性的夏尔巴人 无法进行太多的协助 一切只能靠他自己 脑水肿 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林肯 他的意识又开始模糊 这导致他下降速度很快 并且摇摇晃晃无法稳定 突然他一不小心抓空了绳索 撞到了同在下降的 一位夏尔巴人的身上 其登山靴上锋利的冰爪 狠狠地划上了 那名夏尔巴人的腿 这个突发状况 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接着其他人 立即把林肯的绳索抓住 试图让他稳定 好在林肯没有昏迷 最终他顺利地 通过了第二台阶 不过同性的一名 夏尔巴人腿部受伤 林肯也再次出现了幻觉 由于低温缺氧大风的环境 无人行进非常困难 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时间也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他们的氧气储备 正越来越少 食物和水也不多了 如此状况下 如果继续带着林肯走 所有人都会发生危险 即便如此 四人还是没有放弃 一路上他们用绳子 把林肯牢牢地拉住 只要他们在 林肯就在 四人有的在前面拉 有的在后面推 剩下的则扛着林肯 一点一点地往前走 一路上 林肯的好友继续通过无线电 不断鼓励着他 希望他能坚持走到营地 一行五人 在白茫茫的雪地上 不知走了多久 林肯又走不动了 他第三次倒在了雪地上 此时 他们还处于海拔8500米的位置 一行人由于在雪地里走了太长时间 有人开始出现了雪盲症 这是一种因强烈的阳光 通过雪地反射 而导致的急性光源性炎病 会造成炎阻止热灼伤 导致势力下降 严重地会导致失明 林肯倒在了地上 陷入了昏迷 他的呼吸开始变得缓慢 慢慢地 大家几乎听不到他的脉搏了 几名夏尔巴人健壮后 用手搓了一下林肯的眼睛 但他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下午5点20分 四人再次通过无线电联系了营地 向他们报告 林肯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消息 营地登山最听到噩耗后 心中悲痛万分 他们要求四人把林肯留下 赶紧返回营地 但四人很想把林肯带回去 于是他们又在原地等了两个小时 希望能发生奇迹 虽然夏尔巴人伸手矫健 天生适合登山 但他们已经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区域 停留超过24小时了 再加上此时以至夜晚 他们又经历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耗费了大量体力 四人瘫住在地上 身体也快顶不住了 营地登山队 迅速未得到四人返回的消息 领队雅利克斯命令他们 必须即刻返回 不能再继续等待了 四人接到命令后 最后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林肯 他们把林肯的随身物品带走了 以留给他们的家人作为纪念 然后朝着营地方向走去 事件发生后 登山队联系了林肯的家人 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 林肯的妻子在电话里气不成声 他不久前 刚刚得到林肯已经成功登顶的消息 没想到噩耗却来得如此之快 这天的营地里始终一片沉默 非常糟糕的一天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晨 另一支由四人组成的登山队 从三号营地出发准备攻顶 这是登山队领队名叫丹尼尔·马祖尔 46岁来自美国 上午8点53分 他们顺利通过了第一台阶 来到了海拔8600米的区域 突然 只见在悬崖边发现了一个盘腿坐着的男子 只见他的外套拖到了腰间 他的帽子 睡袋 氧气瓶 食物和水瓶等一些常规装备都没有 但看起来那人是活着的 登山队的四名队员健庄后感到十分惊讶 他们立即跑过去把男子从悬崖边拉了进来 经检查该男子正处于低温症的晚期已经神志不清 领队丹尼尔把氧气面罩给的男子 还给他喂了一些水和食物 接着领队询问男子的姓名 可他一直叫唤着要下船 还不断地挣扎着 领队丹尼尔知道他出现了幻觉 接着他在男子身上绑了一根绳子 以防止他掉落 男子虽然表示想下船 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不是别人 正是昨晚被宣布遇难的林肯 原来林肯独自一人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 在山上熬过了整整一个夜晚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得知情况后 领队丹尼尔通过无线电联系了林肯所在的登山队 让他们赶紧派人过来救援 此时 丹尼尔带领的登山队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如果他们留下照顾林肯 等待救援队到达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会因此而错过最佳的登顶时间 要知道为了登顶 每位成员都已花费了数万美元 如果选择救援 这些投入可能将复之一举 领队丹尼尔感到十分为难 在左思右想后 他说道 山顶就在那里 以后还能攀登 但林肯的生命只有一次 接着一行四人在原地 照顾着奄奄一息的林肯 他们贡献了自己的氧气瓶等生存用品 全力救助林肯 这对他们来说 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林肯所属的登山队 得到消息后欣喜若狂 他们立即派出了一支 由12名夏尔巴人组成的救援队 前往救援 四小时后 救援队以最快的速度 抵达了林肯所在的位置 此时的林肯虽然有些神志不清 但还可以勉强行走 在救援队的帮助下 他终于回到了三号营地 得以保全的性命 第二天 林肯被转移到 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进行治疗 他被诊断出患有脑水肿和严重冻伤 不过好在其他并无大碍 由于冻伤 他失去了几根手指指尖和脚指 有人曾问林肯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当晚发生了什么 他说道 在夏尔巴人离开他的两个小时后 他醒了过来 但他发现自己的背包 氧气瓶等物资都不见了 此时他陷入了绝望 觉得自己一定活不到明天了 但这个想法刚刚出现 他就立刻进行了否定 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他们还在家里 等待他回去 那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活下去 靠着求生意志 他坚持到了第二天早晨 当太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时 他感受到一股无与伦比的温暖 也许是老天的眷顾 不久后 便有人发现了他 林肯经过治疗后 离开了大本营 他对所有帮助他的夏尔巴人 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之后他返回了澳洲 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妻子和孩子 他的家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他们还能再次见到林肯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事件发生之后 轰动了整个登山界 有人认为 林肯最大的成功 不是登顶珠峰 而是活了下来 为了感恩 他将致力于帮助夏尔巴人 2012年3月 林肯因患尖皮流离世 享年56岁 我想在那次经历之后 林肯一定从更深层次 了解到了人生的意义 有人会问 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爱登山 因为山就在那里 是什么事 是什么事 事件发生